20世纪初,国际关系风云变化,战争打破了旧的世界格局,协约国的力量占了明显优势。 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一连串战争失败的记录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约束,使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损害,中国也成了列强虎视眈眈的对象。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一个中国青年外交官就山东问题的慷慨陈词与滔滔雄变,引起了在座人们的注意,也开创了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敢于在列强面前为国争辩的先河。 这个从容镇静的年轻外交官就是顾维军,也就是在这次合会上,顾维军拒绝签署对日合约,轰动了整个合会,也同时让全世界感到震惊,成了当时巴黎和会举世瞩目的头号黑马。那一年,顾维军刚刚30岁。 他这个举动可以说在整个中国近代的对外关系史上是一个取到一个里程碑色的作用。 就是说从1840年以后,整个中国近代的外交是成一个下坡的趋势,越来越低,越来低,降到底,然后降到巴黎和会,中国拒签和会的那一刻,那么中国的外交呢,也就是说它原来下降的趋势呢,到了第一点。 以后都建一个缓慢的,非常艰难的踏升过程,一直到1949年,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说,顾维军那个举动是具有里程碑色的意义,是一个重要的这个转折点。 顾维军因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的出色表现而飞升中外。 作为一个外交官,顾维军办事缜密,思维活跃,彬彬有礼。 而在他的生活里,也处处充溢着一个外交家的风格与谋略。 他是一个做任何事情,考虑得非常仔细,有严密计划的,严密计划的这么一个人。 可以说他的整个人生,就是说可以说是充满这种,就是说外交是他的一个职业,但是他的整个人生实际上都充满这一种外交家的那么一种处事的精神。 就是做事非常按部就班,非常的谨慎,非常的有计划,而且非常的圆滑,那么包括整个处事的话,他从来不会发怒发火。 什么事情他都会非常平和地对待他,再复杂的矛盾,他会想办法化解。 1888年,顾维军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家道中落的大户人家,他的少年时代是在父母望子成龙的期望中度过的。 后来,在姐夫的鼓励下,顾维军考进了当时著名的圣约翰书院,随后他又去美国留学,并在偶然的机会里成了中国二十世纪著名的外交家。 在他的外交生涯中,巴黎和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 之后,顾维军代表中国参加了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并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代表中国第一个在宪章上签了字。 像顾维军这样有着传奇般外交生涯的人物,他的爱情又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他就讲,他说,人家在讲我,他说,我是夫妻很好的,他说我有三个妻子了,第一个妻子呢,他说是帮助我做官,他就在讲,第二个妻子嘛,给他带来了财运,他说第三个妻子呢,是给我带来了爱情,真正的爱情。 他常常会这么说。 顾维军的第一位夫人唐宝月是当时的国务总理唐绍仪的女儿。 在这样的家庭中,唐宝月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西式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1908年,作为清政府特使的唐绍仪出访美国,就在他准备离美回国的时候,他特地邀请了40位赞美的中国留学生作为他的客人去华盛顿访问。 当时的顾维军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 他也在被邀请之列。 在唐绍仪举办的欢迎宴会上,顾维军的致辞发言给这位特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政府取代了大清王朝。 袁世凯窃取政权就任大总统后,与袁世凯称兄道弟的唐绍仪也被任命为首届内阁总理。 他非常欣赏顾维军,决定启用这个罕见的人才。 他的演讲一直是非常有名的,一直是得奖的。 所以唐绍仪就看中他了。 那么回国以后就向袁世凯汇报了,就是有这么一个人。 那么袁世凯这个时候你知道他也是希望要有一些人才回来嘛。 就马上就通过那个中国使馆嘛,就是通知顾维军回来。 他说国务院要让他来工作。 1912年,在民国建立五个月后,顾维军应邀回到了北京。 总统英文秘书兼内阁总理秘书,是顾维军开始进入官场后的第一个职务。 而就在这时,唐绍仪已经打算让顾维军做他的成农快序了。 这个老太三呢,看中了这个,这个顾维军的才能,顾维军的相貌。 这些呢,都是觉得资本啊,还有顾维军的那个流利的外文, 还有顾维军的学术才华,这些都,各方面都是他觉得非常满意的。 那么他自己的女儿呢,还没有出歌,当然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这门婚事。 唐绍仪的女儿唐宝月大放端庄,而且精通英语,受过比较良好的西方教育。 这让顾维军心生爱慕。 而唐宝月早就在父亲的赞不绝口中,得到了未来丈夫顾维军的情报。 对这个依表堂堂的年轻公事,也是情有独钟。 就是呢,开始的时候,他跟唐绍仪两个人在书房里面对话, 他一听这个声音啊,这个声音非常吸引他,对这个唐宝月非常有吸引力。 他在里面偷偷摸摸地看这个顾维军,他是长得怎么样子, 一看了这个风度被被长得非常沉细。 袁世凯看见他,也想要把女儿嫁给他。 结果他说,袁世凯就跟他讲,哎,他说,就叫他少川嘛,他就叫他少川。 他说,好像我有个女儿,他说,哎呀,太晚了,我已经答应了唐绍仪的女儿了。 在唐绍仪的友谊撮合下,1913年,顾维军与唐宝月结婚了。 婚后的顾维军与唐宝月感情非常深厚,随后他们有了一双儿女, 更让这个小家充满温馨,但厄运正在不经意间向这个小家袭来。 1918年,随顾维军赴任驻美公使的唐宝月, 却不幸染上了西班牙流感,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爱妻的病逝给顾维军带来了无尽的悲伤。 而就在这时,参加巴黎和会的重任又落到了顾维军的身上。 他只能从巨大的悲痛中振作起来,并以惊人的举动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顾维军一直感谢唐绍仪的知遇之恩, 因为没有唐绍仪,她的仕途不会如此顺利, 更不会有这段美好姻缘。 被表示对王妻的哀悼,唐宝月去世后, 顾维军把唐宝月的遗体安置在一个玻璃棺材中。 每逢清明前后,在上海嘉定的故事宗祠内,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头戴礼帽, 气宇不凡的男人到这里祭拜, 他就是顾维军。 就在巴黎和会接近美生的时候, 在一个老同学的家里, 31岁的顾维军被一张照片中的年轻女孩深深吸引住了。 顾维军被他的美丽和气质所打动, 隐隐萌生出一丝爱意, 于是他请求同学帮忙引荐这位女子。 她叫黄慧兰, 是爪哇唐叶大王的女儿。 父亲的财富让黄慧兰从小的生活就充满优越感, 她会跳舞, 擅起马, 能开车并精通几博语言。 在黄慧兰的生活范围里, 她是一颗令人夺目的明珠。 在顾维军希望见到黄慧兰的时候, 这位19岁的少女正同母亲一起在欧洲游历。 当黄慧兰的母亲知道参加巴黎和会的一个年轻外交官 对自己女儿比较青睐的时候, 她偏带着黄慧兰回到了巴黎。 在一个特意安排的晚宴上, 顾维军见到了那个照片上的女子。 但这次见面, 顾维军在黄慧兰的眼里并没有露出什么特别之处, 老式的平头, 普通的衣着, 这都没有引起黄慧兰的兴趣。 当自由而摩登的黄慧兰了解到, 顾维军既不会跳舞, 又不懂骑马, 甚至会开车时, 更是不把顾维军放在心上。 顾维军竟敢这时候, 巴黎和会以后, 已经是费成过记者的外交舞台, 但是在这些贵族们的眼光中看来, 他似乎还是那么就是说有点带带土气的。 当黄慧兰第一眼看见他, 就说他竖的是一个板刷头, 就我们现在叫他村头, 他一看就是感到很土的。 但顾维军用彬彬有礼的外交风度 很快就征服了黄慧兰。 黄慧兰发现, 每一个和顾维军在一起的人, 都对他非常尊重。 更重要的是, 顾维军带他坐着法国政府 为他提供的带司机的专车, 享受着各种他父亲用钱也买不到的特权, 黄慧兰终于被打动了。 但是顾维军确实是想说, 他会不露声色地显示自己的优点, 那么他是一个外交官, 外交官想要外交官的特权, 他可以坐外交官的专车, 这些专车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特权, 那么他会利用各种特权, 就是请黄慧兰, 我们一起坐车到什么地方去看戏, 或者吃饭怎么样, 黄慧兰看不得了, 可以享受外交官的特权, 这个他尽管有钱, 他享受不到。 然后他后来意识到, 顾维军是中国驻英国的公使, 那么也就是说, 他可以代表中国去和英国的王室会见, 可以见英国的国王,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后王回来一下, 他再有钱, 他是不能见英国的王室的, 顾维军是能见英国王, 所以这样逐渐逐渐的, 他对顾维军产生了一种敬佩之心。 当顾维军在向黄慧兰求婚的时候, 他们之间正在谈论着英国的白金汉宫, 顾维军的求婚是这样巧妙地开始的。 我到那些地方进行国事活动的时候, 我的妻子总是和我一起受到邀请的。 可是你的妻子已经去世了。 是啊, 而我还有两个孩子, 他们也需要一个母亲。 你的意思是说, 你想娶我? 是的, 我希望如此, 而且我盼望你也愿意。 顾维军真诚而充满外交风度的话, 打开了黄慧兰的心扉, 顾维军和黄慧兰相似以后, 顾维军就改变了他的寸头, 以后他就述这个分头了, 这个述得非常合复当时的上流社会的潮流。 1920年10月21日, 在中国驻巴黎使馆里, 顾维军与黄慧兰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婚礼。 就在结婚的当天晚上, 当黄慧兰身穿盛装等待顾维军的时候, 却发现丈夫正在为第二天的国联大会发言服案准备着。 黄慧兰也明白, 丈夫的生命是属于外交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 无论是在伦敦、巴黎还是华盛顿, 凡是顾维军任职的地方, 黄慧兰总是从丈夫一起出席各种正式场合。 他高贵典雅的气质, 也让顾维军的外交使命增添了一些亮色, 尤其是黄慧兰依靠父亲的财力, 给顾维军外交活动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出身富商家庭的黄慧兰对各种应酬游刃有余, 她也为有顾维军这样的丈夫而感到骄傲。 对于外交场合的应酬, 应该说黄慧兰因为从他的出身来说, 他实际上天生可以说是一个外交家, 因为他从小就是在欧洲长大会集中领缘, 然后又是和这种在上流社会中间, 从小就有各种各样的应酬, 所以他对这种外交场合的应酬, 他有一种天生的喜好, 所以他如意得水,碰到这种产品, 他如意得水, 所以他非常日中以来帮助自己的丈夫, 从事这样的活动。 年轻有为的顾维军在黄慧兰出色的社交能力 和他父亲的财富支持下更是柔虎添翼。 这对富贵与地位的结合仿佛是天生的姻缘绝配, 但渐渐地, 顾维军与黄慧兰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顾维军的外交活动十分频繁, 忙碌的工作让他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伴黄慧兰。 每当黄慧兰精心地为顾维军打扮的时候, 顾维军也只是心不在焉地匆匆瞥上一眼, 这让黄慧兰感到非常失落, 因为他希望的丈夫不但应该是个出色的外交家, 更应是一个能体贴自己的丈夫。 而顾维军对于黄慧兰从小养成的娇奢生活也颇为不满, 他过惯了纸醉金迷的生活, 即使是与顾维军回到上海老家, 也不能入乡随俗,对各种生活细节百般挑剔, 追求完美无缺的享乐生活, 这让顾维军十分反感。 于是,除了一些正式的场合, 顾维军与黄慧兰往往各行其事, 更让黄慧兰无法忍受的是, 顾维军这时已在暗中移情别恋。 于是,在顾维军与黄慧兰结婚37年后, 他们终于分道扬镳。 根据黄慧兰的这个回落提供的情况来看的话, 因为主要是到了五四年代以后, 顾维军另外和这个, 就是他第三个太太, 颜佑玉相似, 一直当成了县脉。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和顾维军之间, 逐渐逐渐产生了隔阂, 最后走到了分手的这个地步。 他叫颜佑玉, 是顾维军的第三位夫人, 是顾维军晚年婚姻生活中的爱情主角。 颜佑玉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富商家庭, 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中西教育。 在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 颜佑玉与年轻的外交官杨光生结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杨光生被中国政府派任马尼拉领事。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占领马尼拉, 杨光生不幸遇害殉职。 丈夫去世后, 颜佑玉来到了纽约。 五十年代, 他在联合国谋到一份事务性工作, 恰巧此时, 顾维军也在华盛顿。 一个在失去丈夫的情感世界里孤独徘徊, 另一个在与妻子若鸡若离的生活天地里忧郁苦梦。 于是顾维军与颜佑玉在彼此接触的过程中一拍即合。 每个周末顾维军与颜佑玉都要相会, 彼此的心灵贴得越来越近。 于是, 七十二岁的顾维军跟比他小二十岁的颜佑玉终于走到了一起。 也就是说颜佑玉对他的非常关爱, 那么他和颜佑玉生活在一起以后, 他感到非常幸福。 那么包括也有很多和他们两个人都非常接近的, 晚年和顾维军很多交往的, 都谈到顾维军之所以非常长寿的话, 有很大的因素是他晚年和颜佑玉的结合。 如果打麻将晚上晚一点, 大概到十一二点钟, 不打麻将呢有时候到十点, 十一点就没事了, 那么就睡觉了, 睡觉要到第二天十一二点钟起来, 那么就是说这个时间很长, 差不多有十二个小时, 我的姨妈就觉得她这个营养不够, 这个地方如果一直没有东西跟上, 她觉得, 所以呢她就是半夜要给她喝一杯牛奶, 那么半夜这杯牛奶搁在哪呢? 搁在那个厕所间, 她半夜她要起来上厕所, 她在厕所里面放一个热水瓶, 放个牛奶, 上面就写不要忘记喝牛奶, 因为他们两个是住在两个房间的, 两个屋子, 两个厕所, 所以呢就不要忘记, 所以顾维军呢每一次起来要上厕所了, 看见这牛奶了, 喝掉了, 喝掉了然后再起水。 顾维军一言忧孕再婚的时候, 她已经结束了她的外交官生涯, 退休后的顾维军开始过起了幸福的家庭生活, 在平淡安然的情感世界里, 顾维军以颜佑运一起享受晚年的天伦之乐, 由于颜佑运的精心照顾, 顾维军的健康状况一直良好, 1985年, 98岁的顾维军无疾而终, 平静地离开了这个纷乱的世界。 顾维军去世后, 颜佑运深知丈夫生前对顾乡的思念, 他把顾维军的遗物带回中国。 如今, 90高龄的颜佑运正在纽约遗养天年。 尽管在顾维军一生中有三位妻子, 但是许多人都知道, 在他出国留学以前, 在上海老家, 还曾有过一次包办婚姻。 对顾维军来说, 他的世界其实是一个三加一的世界。 父亲要他回来成婚, 他就讲, 他说他不要父亲包办了, 他说我要的妻子, 第一, 不能是小脚, 第二, 要懂英文。 父母给顾维军找的女子 是一个上海名医的侄女, 叫张润娥。 顾维军的父母认为, 若能与他们结亲是天作之合。 于是, 在顾维军12岁的时候, 父母就给他定了这门亲事。 顾维军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 父亲催促他回家成婚, 那时候顾维军20岁。 那个父亲等等等不及了, 这个怎么去一年两年三年还不回来嘛, 就写进去你得回来了, 我要给你成婚了, 他不肯, 他说不行, 这个成婚他说要我自己的事情, 不要你家庭的包办, 他父亲说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回来, 几封兴趣, 他不回来嘛, 父亲光火了, 火得不得了, 就讲你再不回来, 我就绝食了。 1908年夏天, 本来对这段婚姻不满的顾维军 无奈地回到了上海, 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 顾维军不得不违心地答应了这门婚事。 于是, 按照传统的婚姻方式, 顾维军以张润娥这对从没见过面的新郎新娘 拜堂成亲了。 回来了, 他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他只好勉强, 就是口头上同意跟他结婚。 所以呢, 拜过堂, 请过客, 成婚了, 可是他跟我讲, 我没跟他同过方案。 后来他不是又回美国再继续学习吗? 他就把那个张家这个小姐就带到美国去, 带到美国去呢, 就把他安置好, 把他安在一个外国人家里面, 把他学英文啊, 学女儿, 所以呢, 就他自己还在那上学, 他说每个星期他都到那儿去看他, 看他们就让他能够接触国外的社会啊, 就是什么, 最后呢, 他在那个使馆的帮助下面, 他说在清朝大概有一个法律, 就是有那个离婚的, 有一个规定的, 所以他就办了离婚的手续。 与顾维军离婚后的张润娥, 一个人回到了上海老家, 这位没有与顾维军圆过房的原配夫人, 从此再没有嫁人, 独自一人度过了人生的漫漫岁月。 在顾维军的一生中充满了浓郁的外交色彩, 他的婚姻生活也是在这样有礼有节, 充满智慧的处理方式中度过的, 直到晚年, 顾维军依然保持着一个外交家的绅士风范。 外交官有这么一个, 就是如果女士站起来, 男的也要站起来, 好像一种礼节。 那么他那个时候已经要100岁快了, 98岁、99岁, 那么反正他概念女士一站起来, 他也要站起来, 人家讲你不用站了, 大家叫他顾大师, 顾大师你不用站了, 他不行,他还是, 而且他永远是非常挺的, 一个人必挺的, 风度非常好的, 一直到老,一直是很必挺的。 在顾维军外交的一生中, 他内心承认的三位妻子, 都在他的外交事业中, 起到了不可磨眉的作用。 正如他自己所说, 第一位夫人唐宝月, 带给了他仕途的顺畅, 第二位夫人黄慧兰的财富, 使他的外交生涯更辉煌, 第三位夫人严幼运的体贴, 让他的外交家的生命更加健康。 人们都说, 顾维军是婚恋生活中的幸运者。 USDT、USDC每日派息, 年利率高达8.76%, 比特币以太坊每日派息, 年利率1.09%, I3万活期理财, 每日派息随存随取。